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愿世间光明多过于黑暗 愿世间和平多过于挣扎 愿世间当人替代了责难 愿世间谦逊多过于浅满 愿世间慷慨多过于贪婪 愿世间谦逊多过于浅满 愿天空保佑最初的未来 愿星亮如海被点点拖垮 愿生命随缘聚散 随雨啊 万物都回归 所以有一句话说 汽油不要灌在别人家车上 对你自己太太先生好一点 对不对 那你就会有钱 我是被警告的 因为我有一次去泰国 一样有个算命给我说 你如果外面找女人 你就公司亏啊 你连裤子都没得穿 我说有一点像 我每次做坏事 没有一次好报 他也还跟我说 你今天能够有这么多钱 是你太太给你的付报 因为我的钱都赌光了 我想也有道理 后来就有一句话 让老婆掉一颗眼泪 你整个丢掉一颗钻石 那真的 因为女人主财 举出这句话 女人主财 你欺负女人 保证你没有付报 所以有人问我说 为什么泰国缅甸的佛教 好像都比较穷啊 藏传的比较穷 汉人的佛教 非常尊敬比丘尼 受戒 非常尊敬 所以汉人的佛教 都比较有钱 我们佛光山有没有钱啊 我们慈祭有没有钱啊 他们很尊重的 但是有一些说 比丘尼不能 女人不能受戒 那个福报就不好 所以因为女人主财 所以各位女人 你不要哭 你老公被你哭倒了 然后自己要忍受 笑笑业障 所以意思是说 要不可欺负女人 特别我们佛教 大部分都是女人 来学佛的多了 这个佛教没有女人 佛教找到了 哪有几个男人 供养佛教的 不骂你也不错了 这是实话了 所以这个是末法 好 第四条 不妄语 不要欺骗别人 这样你口才好 等一下 不骗人 口才好 不骂人 声音好听 不讲是非 讲话别人喜欢听 不说奇语 说话才能清楚 舌头要绑安全带 所以各位要开始修吧 什么叫奇语 虚伪巴掘的 抬杠的 黄色笑话的 那些都叫奇语 你讲奇语以后 讲话人家听不清楚 不但要学佛陀讲 真实语 柔软语 和合语 利益众生理缘 这个叫修行 修行要从嘴巴开始做起 所以第四条 各位 尽行受不妄语 就是不要骗人 不妄语的戒律 能不能持 所以各位这一条 要守好 货真价实 第五条 能够做到最好 那是福报 那至少在家里不要喝 如果你交机应手 那没办法 对不对 所以女生可以做到 男生不见得做到 但是我师父跟我说 有福报的人 不用喝酒 就可以赚大钱 我想也有道理 所以我在家就不喝了 原来喝酒 不是说什么应酬 是自己爱喝 因为你有福报 谁都会跟你做生意 你爱喝不喝 不用 不需要 那福报你修了 你就不需要应酬了 所以第五条 所以各位 尽行受不饮酒的戒律 能不能持 不错 这下摩尔本要发了 有人持戒了 第六条 多一条 能做的话就做 不能做就 慢慢来 不要吃肉 现在流行 Vegan 什么澳大利亚不太流行 所以各位要多吃素 但是真正吃素那天 连蛋都不能吃 因为鸡蛋鸭蛋 现在有网络都知道 那些母鸡 母鸭很苦很苦了 小公鸡小公鸭 一出来就被撵成肉酱 肉酱再做成飼料 再喂母鸡母鸭 这样 非常的残酷了 因为小公鸡没有经济价值 但是母鸡 它可以活到十五年 八九个月 不能生蛋了 就淘汰掉 又做成肉酱 这样 所以 有时候各位吃什么罐头 什么肠 肉 很多都是这些做的 所以 因为便宜 但是各位就 为世界负起一点责任 所以佛陀说 真正修慈悲心的人 绝对不吃肉 吃肉的人 绝对没慈悲心 所以为什么 菩萨界 一受 那就一定不吃肉了 所以当然很多人说 那我修藏传佛教 可以吃 那这一点 这个是 按照经典是不行的 所以我们 按照经典 藏传佛教是按照上师 上师说吃你就吃 那汉传佛教是按照经典 在修的 所以 这一点我认为经典 还是很重要 因为人会变 人会变 所以 但是 经典上 传承上 愿意发菩提心 修慈悲心的 不得吃肉 吃肉 非我弟子 为罗刹弟子 所以汉人很重视 任言经 放网经 佛陀 诸佛不吃肉 那很多人说 佛陀的时代 佛陀吃肉 佛陀有讲 我在的时代 所有出家人吃到的肉 我都不是真肉 是佛陀神通视线的假肉 为了渡他们 所以佛陀在涅槃经说 我涅槃后 一切佛弟子部分在家出家 不得吃肉 吃肉 非我弟子 哇 这个就比较严肃 那至少各位知道道理 那至少你就吃少一点 然后初一十五 为父母吃素 初一十五能够吃素 很重要 为父母 为祖先 那天也是圆满日 所以第六条 能瘦就瘦 不能瘦 惭愧心就好 好不好 那你至少跟你太太说 那早上就不要吃肉 早上吃西饭 吃这些 很简单 就不需要吃肉 那你至少下辈子 早上很快乐 你还有半天的快乐 半天生病 那半天快乐 所以 这个本来就如此 所以第六条 学佛悲心 爱护所有生命 各位 不吃肉的戒律 能不能吃 怎么这么多人 真的吗 第一天决定 不吃肉的 举手 从今天开始 谢谢 好在我没白来 多一个也好 因为修悲心 好 那各位现在要 先把这个功德 回向一下 来 归功德 受戒功德 哪怕一条 对不对 来 回向法界众生 回向澳大利亚 回向中华民族 万幸祖先 所有消灾者 所有往生者 所有往生排位 同享归一 持戒功德 同享归 同享归一 恩阿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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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不相信 你很多祖先就现在圣天了 因为你持戒 这个叫一直得到九玄七祖进超胜 你了解了 所以我们华人一定 昨天讲了父母往生 我们一定持戒的 守八观灾戒来回向给他们 当然如果你用菩提心 乃至你愿意他往 慈戒可以中平往生 发菩提心 受菩萨戒 可以让他上平往生 所以当然你在人间孝顺父母 尊敬师长不要杀生 守五戒 你至少下平往生 所以这个持戒 可以改变自己 也可以马上进化世界 改变父母的命运 好 现在发一本小本的给各位 这本有吗 各位把大本的往旁边传 这本小本的今天读完 你就可以带回家 但是这个黄色的 请往旁边传 都有了吗 那这里面的法语很浅 但是事实上却是一个实修 真正的修行 那题目定为慈悲的眼睛 那各位都想得到 观音菩萨就是慈悲的眼睛 诸佛菩萨 他眼睛永远用一个 善良慈悲去看对方 对方越坏 你就越关怀他 所以有黑暗的地方 更需要光明 我希望各位能够把它 翻成英文 日本 日文 拉丁文 德文 这是对世界的一种贡献 现在有网路 你可以发生什么样的语文 就传到那个国家 然后最好脱离宗教的一种特色 因为直接是对对方有帮助的方法 所以佛法是一种方法 不见得要把它列为宗教 因为列为宗教 那是你们佛教 我是什么教 那对方就不学了 佛法是一种超越宗教的宗教 佛法像空气一样 佛法像冷气 像光一样 是任何人都需要的 有了佛法 人生才会变彩色的 不然我们的人生有一点苦 有钱也苦 没钱也苦 从生下来就苦到死都会苦 但是如果你有佛法 你会觉得这个苦 反而是我们能够理解众生苦的根源 你自己苦才知道众生苦 你自己苦你会生起惭愧心 然后马上会变成一种悲心关心别人 所以我简单的 事实上是不用解释 但是各位要 你读佛法或看佛经 要当作是佛陀的血泪 每一句话都印在你的心里面 变成你的人格 这个叫学佛 不是光信佛 不是光拜佛 还要学佛 将来要做佛陀 好不好 成为一个佛陀 去帮助众生 第一个 第二页 学佛最大的特色就是 永远不抱怨别人 永远向内检讨自己 所以各位要开始做这种人 对自己有惭愧心 对众生有报恩心 对众生有报恩心 对三宝有信心 对三宝有信心 所以各位呢 永远检讨自己 现在不是度众生的时候 真正度众生是在你成佛才可以 但是众生是成为我们成佛的助缘 所以别人的缺点 我们用悲心 反而赶快检讨自己 我不能有这个缺点 所以学佛的特色一定要表现出来 柔软心 不抱怨 尊敬别人 所以看到每个人都很欢喜 为什么 像我喜欢超度的 我现在看到每个人都 做人很难得 做人可以修行成佛 无量无边的地狱道 恶鬼道很可怜 你难得做人 要把握这个做人的意义 不要把人生的意义 定在金钱物质欲望享受 人生的意义要发挥 能够利益众生成佛 所以爱自己 保护自己 佛陀告诉我们 保护自己 保护别人 保护众生 所以不要让自己受苦 你贪嗔痴 你抱怨 你会让自己受苦 也不要因为别人而你 因为你而受苦 所以各位要学习 不抱怨 从今天开始 每天想一句话 去赞叹你的老公或太太 好不好 我这个难 你每天要想一句话 跟他说什么 互相赞叹 因为你要学 然后慢慢你就去赞叹别人 赞叹别人 赞叹公司的人 赞叹邻居左右 因为你多去 因为佛教很简单 佛陀说 为什么众生可以成佛 佛陀不抱怨你 佛陀不惩罚众生 佛陀只告诉你 你可以成佛 我给你一条路 你就是杀人放火下地狱 佛陀都说 你可以成佛 所以佛陀用这样子的情况 去看众生 这个叫悲心 他永远不会抱怨对方 所以 学佛永远不抱怨 只反省自己 检讨自己 第二 不管境界如何 你要去发现他的美 跟善的一面 这就是生命的智慧 什么叫智慧 没烦恼 为什么有烦恼 把别人的缺点耿耿于怀 天天抱怨 所以这个杯子已经缺一脚缺两脚 没关系 转过来喝这边就好 你千万不要忌惮你挑骨头 永远想对方好的那一面就好了 你要想对方不好的那一面 你可以把你太太马上就离婚了 因为谁都不是佛 但是你要想他哎哟 我太太替我孝顺我爸爸妈妈 乃至我太太替我生儿子 乃至我太太帮我准备饭菜 光想这个就好 你不能去想到对方的不圆满 那这个就是你不会修行 所以生命的智慧 万法都是佛法 众生皆可成佛 你都要去看到最好的那一面 所以心里不要肮脏 就像苏东坡跟佛印禅士 各位都知道这个故事 他跟那师父比打坐 然后眼睛打开两个对坐 然后苏东坡就问佛印禅士 师父你看我像什么 哇你像一尊佛坐在那边 那苏东坡就很高兴 然后他师父说你看我像什么 那师父你像一堆大便 然后苏东坡说 佛印禅士就说 这个很简单 因为你心中有大便 我心中只有佛 苏东坡还是数了 所以各位如果你心中都觉得 你做人很难得 所以各位你要跟你儿子说 哎哟你生下来做了 做一个人很难得的 这个佛陀说 这个六道里面啊 能够做人的机会太少了 就像一只千年乌龟 一百年浮出来一次 刚好海中有一块木头 中间有一个洞 它要几百千次才有那个机会 刚好起来头穿过那个洞 做人一次机会 最后要把握人生 不要浪费人生 不要跟着感觉走 追求这些止醉金迷的东西 要追求人生的意义 第三 一切修行 手从心静平和 柔和声色 和言爱语 开始 注意啊 来 各位用一个最漂亮的脸 跟你隔壁说一下 Hello 人家开始练习了 你不要再学佛 不要跟我讲话 我再念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那你就 你不爱众生 怎么修行啊 你讲很容易 很难的 我才不理他 所以各位 你一定要柔和 所以一切修行 心平 外表柔和 讲话好听 要从这个开始修行 但是现在不一样 我是佛学博士 然后他就一副 很傲慢的样子 这个要非常非常的注意 所以这个浅不浅 难不难 难就难在这边 不是文字 文字很容易的 你要去做 第四 与其期待生命中 出现贵人 不如先成为别人 生命中的贵人 所以各位 都主动的去帮助别人 现在你帮助不了他 没关系 我为你念观音菩萨 求观音菩萨加持 这样就好了 今天那个人很痛苦 我为你供养一杯水 供水的功德很大 而且更把这杯水 布施给众生 功德回向给你 这样就好了 不断的祝福对方 不管哪一个国家 哪一个地方 有不好的事情发生 或不好的人发生 你还是要回向给他 就像昨天报纸说 IS的首领 往生了 来 法会功德 回向IS首领 你要这样回向 哎呦 你怎么敢回向 那是敌人呢 没有 慈悲没有敌人 冤亲平等 好人我们要回向 坏的人更要回向 都是父母 众生平等 所以各位 成为别人生命中的贵人 就是 我是为了你而来的 我是来服务你的 我们来这个世界 不是要来享受的 我们是要来服务 做众生老母亲的仆人 你要把众生放在你的头上 我要帮助对方 佛是因为服务众生而成佛 成佛更是在服务众生 而不要想要去从别人身上 得到什么 第五 平时就要学习放下 不要让无常逼死你 不得不放下 什么叫无常 一下出去叠断腿了 一下出去死了 这个世间 你经常会听到 我某个同学又死了 无常就是 这个世间唯一的真理 就是一切都会变化 结婚也会变化 做高位的也会变化 健康也会变生病 有生命都会死亡 这一点你要了解 这个叫放下 什么叫不放下 你不能离开我 我要得到这个位置 我要抓住这个幸福 那你就开始痛苦了 你会很痛苦 你会给对方压力 曾经有女人找我 师父 我老公为什么不爱我 我说他不是不爱你 是你太爱他 爱他 爱跑了 你偏偏烦他 打电话给他 找他 各位要尊重对方的自由空间 所以佛经说 一个女人嫁给对方 你只有六分之一 做她的情人 要做她妈妈 要做她姐姐 要做她下女 你要帮 你要做很多事情 你不能去要求 时时刻刻做情人 这个意思 所以 各位要学习 你在执着什么 如果你有执着 你生命就有畏惧点 我怕 我怕变 我怕变老 我怕变穷 我怕变胖 胖多好啊 弥勒菩萨 因为心情最重要 我宁可胖胖的健康 我也不要受受了得癌症 对不对 你要接受自己 所以心情不好 是自己制造了 放下就好 接受它 接受它 不管你生病 接受它 第六 对任何人 任何动物 散发慈心 会滋润你的心灵 带给你许多能量 所以各位要经常 想着动物快乐 人快乐 然后看到任何的众生 就要祝福它 它需要饼干给它饼干 它需要水给它水 它需要赞叹给它赞叹 这个叫修行 我很怕修行 现在有一种修行 我要修法 然后关起门来 它只是 这个还是自我理想 这个不是修行 我要达到我个人的目标 它已经舍弃了众生 这不是真正的修行 这个叫法执 我执着这个法 修行的一切 都是为了服务众生 而不是把自己关起门来 不要吵我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是念给众生 希望你成为阿弥陀佛 坐在连环 不是念给你自己 不然你就不叫大秤 不行 我规定我要念一万遍 那你这个还是小秤 你不是为众生的 所以各位我想在这一点 像我们刚出家 我们都是读书人 师父都叫我们不要读书 不要读书 每天都去扫地 每天都去帮人家 还扫地不能扫市面 还扫到外面公园 多没面子 以前有钱人 现在做乞丐一样 但是师父就要叫你去服务别人 放下自我 读书对我们来讲是专门的 那是什么困难 那是不行 你要爱众生 你要柔软心 所以你不能有自我 所以各位要开始去喂流浪狗 喂牛 我常讲澳大利亚 鸟这么多 地上蚂蚁这么多 水里面的鱼这么多 无形的众生更多 随时去帮助他们 什么叫慈 给对方快乐叫慈 你没有慈心不可能有悲心 有些人说我在修悲心 慈就是我很爱他 希望他快乐 所以你才会变成第二步 我不忍他受一点点苦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各位要从慈心开始修 那修慈心最好的对象 就是说你观想弥勒菩萨 弥勒菩萨显现慈心像 笑笑的胖胖的 你要多这样修 第七 真的要为自己好 就要每天在生活中努力行善 为自己累积福德 修行成佛要两个质量 来福德质量 智慧质量 那你福德够了你才会有智慧 福报够了你才可以震入空性 那有了智慧才可以圆满大悲 所以福德圆满智慧圆满才可以成佛 那各位现在要广修善行 你有开车 麻烦你车上摆一点米 刚好窗户打开 摁啊摁即可 对不对 摆一点水 甚至 我还是永远劝各位 买这个 喷得远 这里面有很多咒语 都在里面 这样啊 到圣额的地方喷一下 飞机上喷一下 哪里都喷一下 所以观音菩萨的甘露嘛 对你来讲是小小 但是对那些可怜的恶轨道 那个地方有灾难 会净化那个地方 而且你经常在修行嘛 第八 以慈悲善良的心 所引导的身与意运作 皆会带来福乐 幸福安乐 所以会为动机决定一切 用一个利他叫慈悲 不伤害的善良的心 所做的 深口意 你只要去造这个善业 那永远快乐 善有善报 所以不要 当你心中有抱怨有恨 赶快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赶快观音菩萨 赶快念心经 赶快转念 千万 当你生气的时候 不要讲话 一讲话一定离婚 那个时候气化 真要离你还哭死 所以当你要决定一件事情 念念观音菩萨很平静 在跟他说话 你儿子晚上不写功课 甚至偷了你的钱 甚至去做坏事 你不能马上骂他 你马上拿电话 马上你干嘛干嘛 那母子关系就完了 念念观音菩萨 加持我 我是为了爱他 慈悲 但是我怕我这样话 讲得不好 有观音菩萨 加持我来用 讲观音的话 来劝化他 他会接受你的 如果你用对立的语言 跟他讲话 或是我比你高 我是你爸爸 我是你妈妈 你怎么可以不听我的 他就离家出走了 你永远有隔阂 所以各位这一点 为什么我们修行人 要归三宝 做什么事情 不要用自己的想法 归佛要怎么样 要菩提心归法 要有无我的空性 归身要有大悲心 那我要用这样 去跟对方说话 特别重要的事情 那这个叫修行 第九 时间快到了 修行是点滴的功夫 只想在顺境中修行 永远不能让自己变得更好 所以各位修行要忍 要有逆境你才会成长 不失 辞戒 辞戒 不失不是为了修福报而已 不失是消除自己对金钱的执着 辞戒 就是我不让我自己 对方再怎么伤害我 我都不让我自己去伤害到众生 忍辱 不管对方再怎么骂我 我都不会报复他 所以你透过不失才可以消除你的贪心 透过辞戒消除你的伤害 透过忍辱 那可以消除你的称贵心 所以 那我们要在这个过程里面去净化自己 所以 这个世间没有顺境 这个叫五浊二世 佛陀叫什么 来 念一下 娑婆世界 什么叫娑婆 就是 堪忍 只能忍耐过生活的世界 真正的快乐 你要得到世俗的快乐在天道 天上 天上欲界天入 色界天 但是毕竟福报想完还会堕落 所以佛陀要我们 劝我们往生 四方诸佛菩萨净土 以后你到哪里都净土 为什么 心清净了 到哪里都清净 菩萨已轮回做净土 因为菩萨要得到一个心清净 无身法人 充满悲心 然后就到痛苦的地方帮助他们 不会退转 就这个意思 好 第十 经常帮助众生你的福报 不求自来 所以各位要有福报 要发财 要健康 要赚钱 多修福报 都扫地 撿垃圾 帮人家弄桌子 浪位给别人 多说谢谢 多主动打招呼 这个福报是点点滴滴 所以有些人跟我说师父找不到工作 我说那你先去哪里去做义工 做个一个月你就找到工作了 因为你有福报 你没有福报 没有服务的心态 你永远没有福报 但是有福报的人在不好景气 不景气他也赚钱啊 没有福报的人人家赚大钱 你就赚不到钱啊 这是公平的 所以念一下 罗汉托空波 这什么意思 修到阿罗汉了 波拿出来还是空的 最后饿死了 在佛陀时代很多阿罗汉是饿死的 已经修到阿罗汉有神通了 饿死了 为什么 他从来不修福报 每天打坐我 我赶快消贪嗔痴 他就会饿死 所以有一个阿罗汉快饿死了 然后瑟利佛就把食物倒在他的玻璃 一倒下去马上就蒸发掉 一倒下去马上蒸发掉 后来实在没办法叫对对方 嘴巴啊 丢一颗糖 一含他死了 但是至少要挣阿罗汉 但是因为他没福报 第十一 付出最多的人也是收获最多的人 所以各位 你看公司啊 家里也多念这个 好不好啊 大家来比赛付出 好 那我们今天就 讲到这个地方 等一下我们还要 简单的 做一次回向 那我们会把各位写的牌位 带到下一站 好不好啊 如果回去飞机不操纵 带回台湾继续操赌 好 但是各位你放心好了 我们这边有 有联络人机会帮忙啊 以后如果你真的碰到生病 你可以传名字来 我们帮你写好不好 因为我们借这个机会修福报 你家里有人往生 那我们现在有一个连线 我们现在有国际万场放生 到现在已经做了死场 十五万场 昨天救了很多蚌蛇啊 兔子啊 蝙蝠啊 野生动物 在世界各地都在做 因为这些功德集合起来 可以去回向给对方 互相帮助 互相帮助 所以各位有人生病啊 往生啊 我们就帮他祝念 因为我们有很多法师 很多道场 大家互相帮忙 因为就没有压力 没有金钱上的压力 但是你不想要 所以像我 我老实说 我很多人送我地啊 送我地方啊 所以我没有盖道场 因为人家送你了 给你用了 那我这样就没有 经济上的压力 甚至我来到澳洲 我都是很多菩萨 我帮我们租场地啊 弄来弄去 走了还 还剩下钱给我们 都不好意思 但是我们是希望 把这个钱留在澳洲 不要带到台湾 因为澳洲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所以我想各位这两天 好像有人布施给我们 最后我们会把钱留在澳洲 希望各位去 不然帮我们买面包也好啊 买米也好啊 去做一点 做便当也好 所以我们在法国 每周 现在希望一周两次 每次买50个便当 一个便当60欧元 不间断地去结缘 因为法国 那些流浪人街友很多啊 美国更多 那我想一点点钱 反正就会跟他结缘 有些去放生啊 有些去布施鸟 有些去做烟共啊 到处结缘 甚至在尼泊尔印度 有很多好事做不完 所以再念一次 世界是道场 所以人家问我说 你们为什么不盖道场 我这世界道场跑不完啊 监狱是道场 医院是道场 饭店是道场 任何地方 道场在这边 慈悲心 用慈悲心 一个不执着的叫空性 了解一切的智慧 然后去服务别人 所以道场必须 从你的人格心态表现出来 所以我想各位这件事 你的公司是你的道场 你的家庭是你的道场 你要有这个观念 出家在家随缘 为什么 菩提心整合了出家跟在家 所以真实发起愿为众生成佛的菩提心 才是最重要了 所以这几天感谢我们几位菩萨发心 这一次我来磨本 我也不认识半个人 刚好在微信有一位女居士 跟我们联络上来 我们说拜托拜托啊 我们哪里可以弘法 后来就决定在饭店给我们很大的方便 然后当然就有一些菩萨出钱出力 念一下随喜功德 念下来 那么 撒多难 善妙善不陀 居之难 大字塔 奥 这里诸里 尊提撒不合 所以这两天很多人出钱出力出车 帮助我们很多 所以才把这个法会圆满 包括各位来参加法会也是一种功德 让法会 拍下去还蛮多人的 他们会觉得佛法兴盛 这也是个功德 所以念一下 所谓布施者 必获其利益 若未乐故失 后必得安乐 不失随喜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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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愿众生 所作接伴 所作接伴 聚足佛法 愿以此功德 庄言佛净土 庄言佛净土 上报父母主先恩 上报父母主先恩 每天都要念一遍 上报父母主先恩 每天你不要说 有我初一时五有拜 这样 每天你做的好事都要回向 你对父母感恩 再来 上报所有众生恩 上报所有众生 你做的功德都回向给所有众生 再来 上报所有国家领导恩 上报所有国家领导恩 这个世界政治的力量很大 所以不管谁做皇帝 做国王 做总理 我们都回向给他 希望他有越多的福报 跟善良 跟智慧 就是没有福报 他才会做好事 还是有福报 不会了 所以要回向来 上报三保加持恩 上报三保加持恩 下寄地狱苦 下寄地狱苦 甕阿虎 下寄恶鬼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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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甕阿虎 下寄动物苦 甕阿虎 回向所有流产胎俄 甕阿虎 回向所有流产胎俄 甕阿虎 冤亲在主 王阿佛 所有病苦者 王阿佛 若有见闻者 西法菩提心 尽此以报生 同生极乐国 好 再来我们要回向牌位 然后来 麻烦各位起立 我们会念要是否要是咒 然后各位就观想 你家里的人 父母 小孩 家庭事业 太多医院 老人院 包括你的家庭 公司 你每天要回向给你的老板 每天回向给你的客户 每天回向给你的员工 感谢他们 因为我们要培养悲心 来 那么要是流理光如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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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念要是咒 那各位就观想要是佛的流理光 进入你所关心的人事物 包括世界 来 那摩伯洁法迪 毕萨斯 居鲁皮肉 离破拉伯和乐视 等他解脱 以后来 我地上妙三不脱 也大知他 毕萨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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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摩伯洁地说 那摩伯洁法迪 毕萨斯 居鲁皮肉 波拉伯和乐视 也等他解脱 以后来 我地 毕萨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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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摩伯地说 那摩伯洁法迪 毕萨斯 居鲁皮肉 波拉伯和乐视 也等他解脱 以后来 我地上妙三不脱 大知他 毕萨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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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摩伯地说 好 请各位念 愿消三藏主烦恼 愿得智慧真明了 愿得智慧真明 不愿罪障惜消除 事事常行菩萨道 那现在我们念观音菩萨 那把我们大家的 共和起来的功德 随喜所有诸佛菩萨 所有到场修行的功德 然后加上念观音菩萨 那你就想到 你所要回向的人事物 都能够满怨 你要考试啊 要做生意啊 希望对方健康啊 当然你从世间的福报 回向到 你能够没有贪嗔痴地 生起大悲菩提心 能够走入一个圆满的 成佛之道 也这样来希望 所有动神都发菩提心 事事常行菩萨道 我念观音菩萨 来 观音菩萨 看到你现在的爸爸 我妈妈家里都很健康 很快乐 一种祈愿 观音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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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家坐一下 时间到了吗 还可以吗 这边有几个问题 我赶快回答一下 很少很少 还要做一个功德 第一个问题 强烈呼唤海涛法师 再来墨尔本 然后明年法师 为我们办短期出家 好 随喜功德 无论如何 就会来 我现在 分身乏术 但是这也是我的福报 很多法师很吸引你 海涛法师 你很有福报 天天往外跑 我都不敢讲话 但事实上我随喜自己 因为我很有福报 所以我这个人就不敢浪费 我比很多法师 都很有福报 我自己也知道 但是就是要习福 要低调 但是就尽量奉献 尽量付出 因为你再好没有用 众生好比较重要 对不对 希望佛教流行 再来 我们吃树念佛 但家人不吃树 我要给家人做 不杀生 但怎么做 才能够利益众生 因为利益家人 做饭要念什么做 你身为一个妈妈或女人 你不能说因为你吃树 而要求你家人吃树 你只能用你的爱跟智慧 感动他们愿意陪你吃树 那还可以 这是你自己要做的 很好 所以威德力大的人 福报大的人 别人都听你的 如果说你是很有钱的女主人 我看你老公一定听你的 重点是你有没有福报 但是无论如何 就算你必须为他们煮肉 你也是怀着慈悲心 这些肉 我帮你们念一些咒 念佛号 希望你们超度 这样 就是你要用一个悲心 你也不要觉得 我煮了很痛苦 我这样很痛苦 没办法 这是你的因缘 你接受 但是你怀着悲心去做就好了 全天下这么多动物被杀 就你家这几块肉 可以被超度 他们很有福报 但是当然你这样 一直水洗那一天 一圆到了 如果你用一个抱怨 一个抗拒的心 你家里的人 也会感受到你的抗拒 吃的就很难吃 那个对立就越强 了解吗 所以各位你先安忍自己 然后很空性悲心的去做 你家人那一天 就很快就配合你 很奇怪 佛法就不可思议的 不可思议的 就这个意思 所以念什么咒 那当然煮肉的时候 我们会念一个咒 来 再来西方主流宗教是基督教 请问师父佛教跟基督教关系是什么 上帝是否存在 如果存在佛陀跟上帝的关系是怎么样 是什么样的原因让师父从基督教转信佛教 按照我的理解 每一个宗教都是好像佛法的化身一样 因为这是站在佛教讲 为什么 因为佛陀像观音菩萨 他都会视线成众生需要的形象跟当地的方法去引导他 所以最后慢慢的先引导他们升天 慢慢再引导他们去净土 最后引导他们成佛 就是这样 所以对一个佛教徒来讲 没有什么分别 没有什么分别 所以我想真正的上帝 因为上帝如果按照佛经 上帝是护持佛教最大的护法 大饭天 而且上帝已经修到了 八地十地菩萨这么高的结尾 所以基本上 当然在我们佛教里面 我们都希望所有天主教基督教 能够真实的到上帝的天面见 耶稣基督 我们不断的水洗 这样就好了 当然对我而言 因为我听说了 我做过牧师 做过神父 我什么都做过了 我也在回教 我什么都做过了 所以对我来讲 每一个宗教我都很喜欢 那只是 比如说我第一 昨天一到摩尔本 我第一个一定是跑教堂 我都会看到 这边最大的教堂是哪一间 我要到里面去拜码头 因为是当地的宗教 然后也去跟那边念经 那边祈祷 点灯 这是本来就应该做的 所以我想爱心是世界宗教 它没有分的 慈悲是超越的 上帝是存在的 所以那上帝 是佛陀的护法 也可以说上帝也是佛陀的化身 就像天 印度教说 佛陀是我们创造神的化身 对不对 无论如何 反正你化我 我化成你 意思是说 大家和谐比较重要吧 所以什么原因 让我从基督教变佛教 因缘吧 因为在那个时间 我是信基督教很好 因为很热忱 很好 因为台湾的早期的佛教 并没有教育 他就说我是佛教徒 也不知道什么是什么 但是在基督教 我们读了一些圣经 唱了圣歌 一种对人的关怀 不错 但是你在基督教蛮认真的 后来你会因缘到了 如果你述事 你就会提升到对佛法 原来对人的关怀 要扩大对其他生命的关怀 而且佛教里面 没有对立的魔的观念 因为佛教认为 魔也可以成佛 所以在这一点 当然我的因缘是如此 想请问法师 会去香港弘法吗 我本来定在明年二月 但是现在我就跟他们说 随缘 你要我延后我就延后 因为香港澳门 然后我真希望赶快去 但是无论如何就算没有去 念一下 人没到 心到了 要回想 要回想 就像我这一次来摩尔本 来雪地看看 跟我十五年间看的都不太一样 我都印象了 但是既然来了 我就会把它放在心里 所以每天不管在任何地方做修行 各位都在我心里 我也在各位心里 因为大家就 有利用佛法来连接在一起就好了 所以互相关心 这是最重要的 再来 2018年已归于后因个人原因 来到澳洲偏远地区 经朋友介绍 只是去佛堂参加读经会 还让参加了开光大典 后来才发现 原来是不是佛教的一个道场 感觉自己的信仰被欺骗了 内心觉得违背了对佛的忠心 自己能觉得苦恼 没有问题的 因为你叫我到任何宗教 我都很自在 因为我认为你念什么 我是用一个好的动机 回向给你就好了 没有人会背叛佛陀的 因为不是你故意的 不是你故意的 而且是你跟他的因缘 所以如果我们到其他的所谓外道道场 那我们也要对他慈悲就好 希望他们也可以变好 但是不要耿耿于怀 要放下 佛陀说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影 无我 无人 无众相 无众生 无受者 一切都不存在 都是空 那我们为什么要拜佛 空 大概我应该下午回答过了吧 空不是没有 这个子叫空 为什么 离开这些树木啊 山河大地 它不存在 对不对 所以这个子里面有世界 有花草树木 所以 但是子是空 因为子是因缘和合了 所以它会变化 火一烧它就化掉了 所以子的本体是空性 但是子是暂时存在 不是不存在 你打打看痛不痛 痛 空 空 空 但是肉体会痛 但是你心里不执着 那就叫空 并不是说肉体不存在 所以我想 在佛教里面说 如果你没有欲望不能出家 像我们要出家 师父教 你有没有男女欲望 有 可以出家 因为你要有才去从有去修空 知道解吗 而不是说没有 所以古时候有很多出家人说 干脆把它切掉 OK 没欲望 佛教说欲望在你心里 那有些出家说 干脆我自杀 自杀下地狱 你要从有烦恼去断烦恼 可以 所以我想各位 空不是没有 空只是 你从有的现象 包括感情 去看到它的无常无我 所以感情是空 了解吗 如果你执着有 你就会痛苦 这个意思 吃鸡蛋喝牛奶的过失不太大吧 看你的悲心到什么阶段 像我现在不喝牛奶 因为你想到母牛太痛苦了 太痛苦了 所以 但是如果有时候 饼干里面有牛奶 我就吃吧 因为你要找不到的很少 但是 但是纯粹叫我喝牛奶 我尽量不要 这样而已 因为自从知道以后 每次喝就拉肚子 因为母牛很痛苦 再来 我们做馒头包子 要用酵母发酵 发面 刻意培养 生成了很多酵母菌 然后我们再用高温 把这些刚刚培养出来的酵母菌 给杀死 以蒸出又白又大的馒头 这算是刻意的杀生吗 这个就困难了 那看你自己决定了 哪一个馒头 所以有 有人做那种 叫有机面馒头 真的不好吃 因为没有发酵 印度很多这种 再来 我想各位 五卓二四 真的没办法做到一百分 怀着惭愧心 怀着惭愧心 能够做到了 就尽量做到 这样而已 再来 炒股票 炒期货 炒房产 算不算投机赌博呢 看你是看远还看近 如果你是买长期股 反正买个房子 放在那边 你不起心动念 就算你是为了赚钱 也不放五戒 因为没偷没骗 但是如果你要修禅定 对你会有一点影响而已 但是如果你是 放长期的 反正放很久 好我就 那对你是没影响了 不然你要干嘛 什么都不干了 所以 不要去伤害众生还好 应该这么想 好 那我们还有一个功德 再做完 然后再来回向 现在这个叫 滴水功德 就是说 释迦牟尼佛说 等一下 对 往这边 释迦牟尼佛 这个故事 我还是把它讲完 等一下 他们有一瓶水吗 发给大家 我先讲这个故事 那佛陀时代一个国王 叫 秉博沙罗国王 他初一十五都做很大的功德 盖了一千多个金色 那有一天 十五做完功德 晚上回家睡觉 鬼啊 找他找到天亮 他吓坏了 隔天他就赶快去找佛陀 说 为什么这么多鬼来找我呢 我不是做很多功德吗 那佛陀就说了 你不要说他是鬼 他是过去欺负 你的爸爸妈妈 历代祖先没超度 你做了这么大的功德 成为佛教徒以后啊 他们才可以脱离地狱 然后现在做恶鬼道 每天都等着你做功德 那你没有回向给他 那宾伯沙罗王又说 那我又没有神通 我怎么知道 佛陀说 没有问题 从今天开始 你只要做完大功德 拿一瓶水 把这个水倒出去 观想 这个水会流到很远很深 代表百千万事的祖先都得得到 而且恶鬼道也得得到 整个地方都得得到 然后这个叫低水功德 南传佛教有流行 汉传佛教 有人做有人没做 但是我觉得这个 不分南传 汉传 反正都是一个很好的修行方法 所以 现在要请 曾老板 好吧 我们今天请我们 那位老板 帮忙 做功德 因为 我们今天下午在我们 曾老板的家里 共修 希望大家都有福报 好不好 来怎么到呢 等一下这就把 你们先不用倒 把水拿起来 观想功德融入的水里面 好不好 然后我们 曾老板代表大家 就把那个 拿高 往那边 大家看 对不对 拿高一点 那各位观想 我们所有的功德 就倒出去 整个大海 好不好 你们在里面不能倒 这有地毯 不是说他代表 等一下这一杯 他会拿到外面 跟我念 来 高一点可以 开始倒 来 慢慢倒 强缘及入住 无边处所者 与水游天降 终必会低促 如此 如此失善果 福之亦恶鬼 犹如满亦流 得便于大海 如此失善果 福之亦恶鬼 历代累劫 历代祖先 同享功德 各个土地 鬼王 魔王 极其眷属 同享功德 恩啊 好 那 等一下麻烦你 出去 这个在 我看就倒在你家那个土地最好 不用啦 你这个倒外面 等一下哪一瓶 对对对 去倒在 外面 好 那希望各位今天回去 把你这一瓶水 倒在你认为 需要福报的地方 好不好 然后这个水倒下去就会流到最深的地方 然后变成流到水沟 河流 大海 变成水蒸气 意思是说 整个法界都得到功德 这个叫滴水功德 但是一滴也不要剩 好不好 然后如果有多 你在哪一瓶 回去给人家喝 也可以啦 那至少一瓶要倒 但是我希望各位 从今天开始 最好每天倒一瓶 因为缺水 那你每天拜佛啊 你每天活一天 所以什么叫功德 一个人如果怀着 慈悲心菩提心 他连睡觉都是功德 为什么 因为他想要帮助别人 所以你只要活一天 你就有很多的功德 因为你要做善事 所以最后 就把这个功德又汇集在这瓶水里面 念一下 On a Ho 你念不念都没关系 你就有这个意念 然后就到处去 然后就流出去了 好不好 每天都这样做 然后你会发现 你就越来越有福报 而且你的祖先 冤亲在主 就一直得到这些功德 这些福报 然后他们也就会超度 好 那各位现在 让你超度白位 请起立 生命电视台的存在 代表佛陀的教法 及慈悲 让大众能够感受到 感谢各位收看 生命电视台 也愿大家都护持 生命电视台 护持正好 1996年